立委候选人邱熙奎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昨天在五节相来举行 吸引了大批的支持者到场力挺 邱熙奎除了畅谈政见 也强调弱势当选将会捐出选举的补助款 还有立委的薪水关心弱势族群 在支持者促勇下 五党籍立委候选人邱熙奎高喊动算 并也宣布竞选总部在五节正式成立 而且还承诺 若是当选后会将立委四年的薪资 以及选举的补助款全数捐出 成立基金会来守护弱势族群 今天总部成立很高兴 有今天一两千人的乡亲来帮我赴三天 我在这里要向我们宜兰这些乡亲 我们这次不用含泪投票 我们要终止我们的中纪燃力恶毒 我们如果选举得选举 他们警察还要久了 我们这次有第三个选举 我们有第三势力 白色力量 白色力量就是五党旗秋席 我们有新的想法 我们要安全 和服务我们的乡亲 我们也要向我们宣传的保障传 全部来关联 我们可以有一个新的不一样的 参政的思维 我们要真正的服务人民 另外邱熙奎也提出了 青年就业交通建设 农地政策 失地重化 以及费荷等八大政见 强调要超越蓝绿 让白色力量崛起 让医院有更多的工作 让医院的年轻人 有好的职业机会 有管理薪水 老人安养的特殊 我们可以发展 我们老人安养的三业 铁楼高级 还可以改善 目前我们当变和西变的 生殖的严格 可以让我们生殖 有更好的发展 我们的人民可以支持 没有通知 新的政治力量 可以来改变 目前难以后度 和一些政治 一些制度的乱象 在立委候选人邱熙奎 竞选总部成立大会的现场 加油声跟当选声不断 气势十分高昂 而邱熙奎也一一跟 在场的乡亲握手之意 争取支持 伊兰新闻记者刘耀珍 采访报导 警察字幕志愿者